看这个树了没有 下面老了上面还年轻了呢 这个叫南山布老松 大家早上好 我来到了咱们海南的三亚 今天要逛一下这个南山观音室 南山图二门 我们现在进去了 听朋友说是进去出来的话 要走一万多步 大家可以看 这里这么远 这个观音室 会看得这么真切 这个后面是这个观音室 刚刚我们要想进到这个店里面 要走过九九八岁到晚了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十几分钟了 还没有转过来 感觉挺好的 要是那么容易走到了 得到的事情 发案不知道怎样 因为市里面来说 还是不是太好 所以我就开到这里了 海南这边今天天气特别好 穿短袖穿裙子的人都特别多 朋友们你们北方的人 如果想来的话 你们可以来海南看看 看看好多椰子树 这有一个大的 海南的朋友说了 这些椰子都是有家的 不是说你想摘就摘的 看像不像叶脸大大 看这几个在讲佛呢 讲一斤了 前面开个马人车 那个就是我在海南山亚的粉丝 今天他带着我们去天涯海角 你看到处都有粉丝 真的很好 有人领着玩 其实今天本来我是不想让他再跟着我们 因为他孩子今天要上课 上网课 想让他在家跟孩子做饭 但是呢他领态好了 不舍得和我们碰菜 就放心我们自己过来玩 今天我到了这个海南的天涯海角 要花美吧 但是我这个主要不配的 老了 花一样的年纪已经过去了 春门一定记得戴口罩 看那也有个像 倒顶也是一个历史人物 陆伯德 到海边去看看吧 看那海边好多大石头 看那些石头 你可以捡回去放那些花盆里 对这个好看 太多这个 哈哈哈 终于来到了天涯海角 看那天涯石 这边都是大石头啊 这个石头真的特别特别大 你看 要到海角了 海角在高岁高岁的石头 怎么样 除了石头 这里是大石头 走了 我们就看看这两块石头长啥样 也看见了就是那长那样 今天因为突然有点事 有点着急 所以说就不在这细细游完了 这是我自驾游的第一百三十天 我从海口直接到了文昌 又从文昌到了山亚 去看了南海观音 去了天涯海角 到了海南以后 我遇到了我的两个粉丝网友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家庭祖父 看了我的视频后 就加入了我的自驾中 他们的陪伴让我非常感动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 但是令我的旅途 却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感恩生活 感恩大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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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